民眾在網路上PO出一段影片 說是凌晨2點多到台南一家超商要結帳 卻找不到店員 他前往倉庫尋找 結果店員竟然在裡頭呼呼大睡 他連續喊了幾聲 這店員睡得可熟了 根本沒有反應 這影片PO網引發網友熱烈反應 身為小老闆的民眾 看到超商店員熟睡的影片更是有感 不過到超商購物一時找不到店員 民眾反應其實不太一樣 之前曾經有去過一間超商 要進去買東西 結果進去的時候發現 東西已經拿好要去鞋上 叫半天結果找不到店員 那只好把東西又放回去離開 遇到同樣的狀況 你會怎麼做呢 TVBS新聞 葉豐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